在这种问题上,中国的做法和美国有质的不同。 当我们看到有冲突风险的时候,我们不会主动去向对方提供武器, 我们不会向美方给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设施设备那样去,我们没有。 我想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,有实力的大国,也不需要中方或者其他国家给他提供。 所以你提这个问题,你的想法就是在美方的煽动下,暂时发生油价上涨,然后中方应该出手,是吗? 我们认为当前形势下,各方应该保持克制,通过对话协商缓和事态,只有当局势稳定下来,才能防范各类溢出的效应。 而且我还想强调,大家也都看到了,当前这个天下并不太平,各种麻烦已经够多了, 真正负责任的国家都应该采取负责任的行为, 共同来维护全球的能源安全,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, 避免因为局势,地区局势紧张,影响到国际能源市场的安全和稳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